哈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型的勺药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调色部分 今天这朵花的颜色呢我会用到两个色素 一个是惠尔通的坨色 一个是小水滴的郁金香红色 如果家里没有郁金香红色的宝宝们呢 可以使用惠尔通的圣诞红 我们在坨色的用量上面可以稍微多一点 因为今天做的这个花朵的颜色呢是比较偏桃色的 那桃子色里边我们都知道有红色 然后有一些黄色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橘色 所以我就使用了一个坨色去做酱纯 那在红色的使用上面呢 我们稍微少一些 我们使用的比例大概是在坨色为5 红色为2这样的一个比例 我们稍微搅拌一下 这样就拥有了桃子色 我们把做好的颜色放入甲扁的123号花嘴的表花袋当中 那现在我们开始正式的制作这款花形 首先我们需要打一个高大的底座 底座的颜色没有关系 因为之后我们还会做调整 我们使用惠尔通甲宝过的123号花嘴 把我们的底座整理一下 我们今天做的这款大型勺药呢 是进阶版的 所以大家如果是完全零基础的同学的话 建议大家先去收看 我之前发布过的一些 其他的基础勺药的制作方法 我们第一片花瓣很重要 从1点钟到11点钟的方向 先做第一片花瓣 这一片花瓣也是我们 勺药花朵当中最高的一片花瓣 我们花瓣的宽度不要超过1厘米 这边有一个手法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想强调这一朵花瓣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一朵花瓣上面 重复做一个叠加 当我们在做大型勺药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一个 整朵勺药的整体感 所以我们在起始做花瓣的时候 千万不要宽度大于ECM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 后面的花瓣越做越宽 我们在做整朵勺药的时候 始终要记住我们的第一片花瓣 永远是最高的那一朵花瓣 不然的话 我们的勺药就很容易坐着坐着 它的头就变成了一个圆形 那在之前基础勺药花瓣的节目当中 我对大家是没有那么多的要求的 因为在我们基础的花形当中 我们只需要做到对花形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就可以 但是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把勺药做到这个份上了 那我还是希望大家对自己做的新的花形 可以有一个新的要求 我们在勺药的制作过程当中 肯定不会说一次两次就制作完成的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花形 除非就是说我们有老师手把手的在旁边教你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几次制作过程当中 然后老师第一时间进行纠正 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下 我们是需要看着视频反复的去进行练习和操作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气馁 如果今天不行 那我们就改天继续的再进行尝试 那现在我们继续往下做 我们挤一些豆沙出来 假设它是一个底座 然后我们在底座上面做一片爱心的花瓣 爱心的花瓣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之前分享过的勺药的节目 那我们花瓣越做到下面呢 就需要越有一个丰满的感觉 所以我们打底座也是可以起到一个让它鼓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的花瓣越往下做也是越做越宽的 我们可以把羽毛花瓣和我们的爱心花瓣做一个结合 我们不需要太有规律的去制作 就让它呈现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 我们合上的花瓣做的差不多了之后 我们就要考虑让花瓣逐渐的打开 那打开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打开的方法 一个是像我现在这样方向打开 方向打开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朝一个方向一直给它叠加的做打开 那还有一种打开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 就是完全盛开的一个花瓣 那我现在呢 先来示范让它方向打开 也就是朝着我们左上方的方向逐渐打开 大家在做打开花瓣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这个打开花瓣的角度 控制一下 因为现在我们的花瓣还没有完全打开 其实这样我们一个基本的形态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你觉得哪里需要再补一些花瓣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给它补上 反手补一些非常零碎的小花瓣 这样的话有一种飘逸的感觉 加后强调一下我们的风向花瓣 感谢您的观看 现在我们来做一些完全打开的画瓣 我们大头需要完全扎进去 然后画一个M形状的画瓣出来 在缝隙当中我们也可以补一片小一些的画瓣 我们再做一片夸张一点的花瓣 把之前的小碎花瓣给它包起来 那现在做的这些打开的花瓣 我们算作是一组 我们组一组之间千万不要完全做一样的花瓣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组一组之间的花瓣 全部都是盛开的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风向打开的花瓣 多做几片加强它的风向感 那大家应该现在可以发现 我们打开的花瓣有两种做法 那这两种做法会导致我们花瓣的开合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下期待的花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会换一个颜色 再重新为大家示范一遍这款花形 因为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学会它 祝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